再來我們說到成本的概念 這邊的成本我有舉例到比較後端的人會說出來 基本的我今天店家要開辦之前 我店家的成本要怎麼去預訂 這是我們在開辦的成本 再來是我們每個月的固定支出 每個月的固定支出會有買些租金 水定王是他比較像浮動 他會比較像浮動的成本 因為他每個月可能會有一些 夏天比較多 多點比較時好之類的 那剩下還有什麼人事配用 那還有人事配用 對其實水定王是我們一般也是會放到固定 固定支出裡面的浮動支出 他要真的更稀一點 他要真的更稀 對還有什麼 他要睡覺啊 只要是你每個月打開門 你每個月打開門 你需要付的錢 就是我們所有的固定支出 今天不管你做不做生意 你就是要付的錢 就是固定支出 再來是我們商品的成本 商品成本的計算 你的成本要怎麼去訂定 這個會在我們等一下會再講到 一個菜單設計的部分 也會再提到 你的商品應該怎麼去定位 你的成本量 那比較特別的是在我們開辦成本的部分 大部分的人 都會這樣 都會低估了你的開辦成本 就可以選擇了 跟店面 給工作 會不會 可以 有